雨果 巴黎圣母院 第四卷 1. 善人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16年前 那是卡西摩多星期日晴朗的早晨 圣母院弥撒结束后 发现前庭左手的木榻上放了一个小生灵 木榻正对着圣克里斯托夫大雕像 还有其是安图瓦德艾萨尔的石雕贵像 在对面仰望着圣徒 那是1413年制放的 当年有人企图先导圣徒和信徒这两尊雕像 按当时的习俗 其应制放在木榻上 就是求人发善心收养 谁愿意都可以抱走 木榻前有一个铜盘 是投放施舍的 我主纪元1467年 卡西摩多日的早晨 躺在木榻上那个活物 显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好奇 一时围上来许多观者 但大部分是妇女 几乎都是老太婆 其中四位老玉站在最前列 腰弯的也最低 瞧着这张木榻 从那连丰帽的斗篷能看出 他们是哪个修女会的 我不明白这四位谨慎而可敬的 摩摩的大名为什么不载入史册 传之后是 他们是安妮斯拉埃尔姆 约翰纳德拉塔尔姆 亨利埃特拉戈尔提埃和戈舍尔拉维奥莱特 四人全是寡妇 在爱蒂安欧德里小教堂当修女 他们经院长准许出了修院 遵照比埃尔达伊的戒律 前来听讲道 然而此时 四位欧德里修女就算遵守了比埃尔达伊的条规 但也十分肯定 他们非常开心地违反另一条及不人道的规定 及米歇尔德伯拉什和比萨红伊主教要求遇使沉默的戒律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摩摩 安妮斯端向着弃鹰 问哥舍儿 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鹰儿在木榻上拼命扭曲身子 吓得哇哇大哭 如果现在就是这样生孩子 那么世界要成什么样子了 约翰纳叹道 生孩子的侍儿我可不是行家 安妮斯又说道 不过 瞧一眼这个恐怕就是一种罪孽 这哪儿是孩子呀 安妮斯 说猴子又不像猴子 哥舍儿指出 这真是个奇迹 亨利艾特拉戈尔提哀接过话头 真的 安妮斯指出 从四旬斋之后的第四个礼拜天算来 这是第三个奇迹了 就说上次 欧被维利耶成的圣母显灵 惩罚了嘲弄相克的人 这世尔过去还不到一周 这次是本月发生的第三个奇迹 这算什么奇迹 简直就是个讨厌的怪物 约翰纳又说道 他这通好叫 能把唱诗童子给炒聋了 哥舍儿接着说道 还不住声 小哭巴惊 真想不到 兰斯先生给巴黎先生送来这么一个大怪物 拉戈尔提哀双手何时补充道 我想啊 安妮斯拉艾尔姆说道 这是一头畜生 一只野兽 是犹太人跟母猪生的 反正不是基督教徒 就该扔进河里淹死 投进火里烧死 但愿谁也不收养他 拉戈尔提哀又说道 哦 上帝呀 安妮斯嚷道 很可能把这个小怪物送去喂养 可怜的奶妈 玉英堂就在河岸下面那条胡同口 紧挨着主教大人的公馆 换了我 我宁愿给一个吸血鬼喂奶 可怜的拉艾尔姆 也真够天真的 约翰娜又说道 我的嬷嬷 您还没有看出来 这小怪物少说有四岁了 他不会爱吃您的奶头 恐怕更爱吃烤肉吧 这个小怪物 即使我们 舍此也难以找出别种称呼 的确不是新生儿 这是一小堆肉 装在麻布袋里 鼓鼓囊囊 拼命地蠕动 布袋上印着当时的巴黎主教纪瑶姆夏提哀先生姓名的缩写 布袋口露出一个畸形的脑袋 只见一头蓬乱的踪发 一只眼睛 一张嘴巴和牙齿 那只眼睛在流泪 那张嘴巴在啼叫 那牙齿仿佛只想咬人 整个尔一堆在麻袋里挣扎 吸引过来的人越聚越多 使围观的人不胜惊讶 这时 有钱的贵妇人阿洛伊斯德贡德洛里埃经过这里 她拉着一个六岁左右的俊秀女孩 身后拖曳着挂在金帽间上的长长纱金 停到木榻前 对着这个不幸的小东西端向片刻 而那可爱的小姑娘百合花得功德月贵 身穿绸缎衣裙 此时正用美丽的小手指点木榻上 常年悬挂的牌子 拼读着上面弃鹰两个字 真的 贵妇人厌恶地扭过头去 说道 我还以为这里只放婴儿呢 她说着 往铜盘里扔了一枚弗洛林银币 转身走开 那枚银币当当一声砸在几枚铜壁上 引得爱蒂安欧德里小教堂那几个可怜的老修女睁大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王国大法官 庄重而博学的罗伯尔米斯特里科勒经过这里 他一支戈北加着一本大经书 另一支戈北挽着夫人吉约梅特拉梅来斯 这样身边就有两个调节者 精神的和肉体的各一个 弃鹰 他查看了那东西之后说道 显然是丢弃在明河岸边的 只瞧见一只眼睛 吉约梅特夫人指出 另一只眼上长了肉瘤 那不是肉瘤 罗伯尔米斯特里科勒大人说 而是一个卵 里面包藏着同样一个魔鬼 那魔鬼也有一个卵 卵里包藏另一个魔鬼 以此类推 您怎么知道的 吉约梅特拉梅来斯问道 我明察秋毫 自然知道 大法官回答 大法官先生 割舍儿问道 这个没人要的孩子 您看是什么预兆呢 玉世大灾大难 米斯特里科勒回答 哦 天哪 围观的人群中一位老玉探道 去年就瘟疫流行 现在又要遭难 据说英国人要在 阿尔夫勒大批登陆 这样九月份 王后也许不能来巴黎了 另一位老玉说道 生意本来就很不景气 要照我的想法 约翰纳德拉塔尔姆高声说 巴黎老百姓不能让这个小巫师躺在木板上 最好把它扔到一堆柴火上 扔进熊熊燃烧的柴堆里 另一位老玉也说道 这么办可能更稳妥 米斯特里科勒说道 有个年轻教士来了好一会儿 倾听欧德里修女的议论和大法官的判决 他神态严肃 额头宽阔 目光深邃 只见他默默拨开人群 端详那个小巫师 伸出手去护住 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候 所有信女都在热心地描绘柴堆的熊熊火焰 我收养这孩子 教士说道 他用教袍一兜 将孩子带走 众人瞠目结舌 目送他走开 不一会儿 他就消失在游教堂通修士院的鸿门里 一阵惊恶之后 约翰纳德拉塔尔姆俯过身去 对着拉戈尔提哀的耳朵说 嬷嬷 我早就跟您说过 这个年轻神学生克洛德弗罗洛先生是个巫师